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3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法广 发表了一篇新文章 讲到日本的安倍竞赛 原先的前首相 他谈了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也就是CPTPP 台湾申请加入 中共非常恼火 刚才做了一个节目 没想到挂了黄标了 现在什么都可以挂上黄标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安倍晋三 他陈述了日本支持台湾 加入CPTPP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他是在9月23号 就在推特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他在 首先他转发了台湾总统蔡英文 呼吁日本支持台湾 加入CPTPP的日语的推文 安倍晋三表示 我们欢迎台湾的申请 因为我们拥有相同的自由 民主 人权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 日本为什么支持台湾 包括夸大西洋协议 原因就是共同的理想 都是自由民主 法治 人权 这个价值观是相同的 价值观相同 人和人之间的好交话 一个主张专制 一个主张民主 两个人很难相处 主张民主的人一般来讲 有些事就比较宽容 言论自由 主张专制的人 他不允许别人讲话 只允许他自己讲话 那显然两个人谈不来 谈不拢 两个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安倍晋三讲的非常重要 他说日本应该支持蔡英文 接受该协议所有规则的决心 他说这对日本来讲极其重要 那么我们知道台北是9月22号 已正式申请加入 全面进步跨台北洋伙伴关系协定 并将申请文件提交给了 负责保存该协定的新西兰 那么中国也申请了 申请了以后国际社会一片谴责自身 尤其是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明确表示了 你想加入 你必须得给我免关税 你得有所表示 你做出点事来 你别想一边限制我 对澳大利亚进行制裁 对红酒龙虾等等加税 给我制造麻烦 你也想让我同意你加入 这个CPTPP 这不可能的 因为澳大利亚有一票 所有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的国家 都有一票 就是非常重要的 加拿大也有 但加拿大到现在位置没表态 因为特鲁多相对比较温和 温和不是中共也是反制吗 因为孟宁满洲这事抓了好几个加拿大员 是吧 双方也在这脚力 也很麻烦 那么今天看到这个法国国际官媒电台这篇文章讲到 蔡英文今天9月23号在推特上用日文写道 从我成为总统以来 我们一直在准备加入最高水平的贸易协定 他补充表示 我们准备接受所有规则 台湾要接受肯定守信了 因为台湾它是民选的总统 对不对 你不守信也不行 必须代表民意 大多数的民意是讲着人权了 法治 所以他说呢 他补充说 我们准备接受所有的规则 他寻求该协定的签约过自己的日本支持 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日本朋友能够支持我们的农历 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支持 我本人是坚决支持 你中国加入我也支持 台湾加入我也支持 因为你这属于你给分享的利益 是吧 无所谓的 你不要互相排他 别人加入了 你就受不了了 是不是 凭什么 要有凶悔 是吧 那么蔡英文在另一条推文中用英文写道 台湾加入CPTPP 反映了我们对促进亚太自由贸易的承诺 他说我相信我们加入这一席 将加强共同的经济发展 使整个地区和世界人民受益 台湾经济发展很快 不要看一个小岛 光台积电这一项 生产芯片全世界领先 谁都离不开 包括中国大陆 所以了不得 而且在疫情防控方面 蔡英文是禁止进这个 做的比较好 尽管这个疫苗的供应 就有点问题 但是整体上来看 在治理疫情 作为一个和大陆最密切的 而这个疏源问题还没有解决 大致方向是来自于武汉 在这个情况下 你想台湾是最危险的 恰恰是台湾治理的比较好 了不起 这个主要因为一个是个人品质 敬业 另外一个就是民选 你不敬业不行 因为中共不一样 中共是上级人民的 他们只对上级负责 他不管老百姓 不所谓 所以看来民选的总统 才能为人民服务 大陆之所以不赞成 就是这个蔡英文加入 那就是因为觉得自己 向心见处 你看人家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人就能加入 我们进不去 他不检讨自己 搞这套专制集权统治 倒退到文革 人人烦 烦你自然人不愿意加入 加入完了以后不守心 他是党领导一切 动不动 党的领导干不变了 不算数了 以前签了协议就打水漂了 那人能干吗 对不对 那么法新社说 中国当局周四表示 他反对台湾加入 主要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 即CPTPP 在北京寻求加入 几天后台北提出申请 这一申请 中共挠火了 为什么刚才讲到 19架军机飞 你就飞吧 以后不顺心的事更多 你就直接飞机 就天天飞吧 看你有多少资源 消耗 对不对 由11个亚太国家 在2018年签署的 全面进步跨台北洋 伙伴关系协定 是该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也就在贸易方面 有些规则 大家一起忠实 遵守 一起赚钱 共享利益 它覆盖5亿人口和 10% 是13.5%的全球经济 所以加入力特别重要 台湾很重视 全面进步跨台北洋 伙伴关系的签约国 有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 文莱 墨西哥 智利和秘�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有共同价值观 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 你不改革 还想守着一党执政 再加上一人独裁 还想搞动不动就抓人 是不是 搞这一套东西 我认为将来早晚是事 你上哪里都要遇到挫折 为什么 社会往前走 人们越来越民主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有共同价值观 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 你不改革 还想守着一党执政 再加上一人独裁 还想搞动不动就抓人 搞这一套东西 我认为将来早晚是事 你上哪里都要遇到挫折 为什么 社会往前走 人们越来越民主 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讲法治 所以中共责怪台湾不如责怪自己 你责怪日本也不如你自己 见头见头 你自己 为什么混到今天这个第一波 另外叫困四面处处格 到处都是不带劲 按着动笔话 人家不带劲 那么今天呢 还来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